足球踢球动作要领 1.踢定位球 踢定位球时需要直线助跑 眼睛要注视移动的球体 支撑脚一般在球后颜侧方10-15厘米处 脚尖与出球的方向保持一致 膝关节微曲 准备踢球时大腿带动小腿向后前方摆动 击球瞬间脚背绷直脚腕压紧 2.空中球 身体要正对来球的方向 两眼则需要注意球体在空中的旋转方向 大腿抬起小腿则拖在后面 击球时利用小腿的摆动水平 击中球的后中部 3.踢地滚球 根据球的滚动速度调整支持角踏地的位置 原则上支持角在踢迎面而来的地滚球时 需要稍微靠后一些 踢向前的地滚球时需要稍微靠前一些 4.踢反弹球 需要根据来球的弧度以及球的落点 调整身体位置 支撑角的位置一般在球侧当球落下在反弹的瞬间 用摆击的方法击球的后中部